一般如果确定有冠状动脉疾病出现的时候 那当然药物的治疗是最根本的治疗 因为药物的治疗包括抗酸血酸的治疗 还有一些降胆固醇的治疗 这都是最基本用来用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当然药物的治疗对于疾病的维持 事实上是有帮助或是预防 像说心肌梗塞是很有帮助 但是如果病人的症状相当严重 稍微走几步路就会闷得很厉害的时候 这时候药物的治疗可能就对于这个症状的缓解是有点有限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帮病人安排像说心导管的检查 或当然有些病人很害怕做清晰性的检查 有时候我们会帮他做一些冠状脉脉心肌灌注扫描 或是说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 确认是不是真的有冠状脉脉的疾病和它严重的程度 那如果确实是有 这时候我们就会帮病人安排心导管的检查 来做一个确认冠状脉脉狭窄的一个状况 还有很严重的程度 那如果确实有遭到很严重的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这时候治疗就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情况允许 我们当然会透过心导管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一般床内支架致放术来帮病人用支架的方式治疗 把支架致放在这个冠状脉脉狭窄的一个地方来打通血管 那这是一个比较不清晰性而且是让你可以很快完成的一个治疗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类的病人的问题就是如果他的冠状脉的狭窄太过严重 也就是我们冠状脉三条冠状脉都有很弥漫性的狭窄 那或是说他狭窄的部分在非常重要的一个着阻冠状脉脉的狭窄的时候 那这样子这样治疗上面可能会有风险 或者说没办法完全达到更好的一个血管畅通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把病人转介去给心脏外科医师做冠状脉绕道手术的治疗 所以这样治疗其实是根据疾病的不同程度可以做不同的一个区分 包括药物治疗是最值根本 然后冠状脉脉的一个治疗 那当然更严重就是要做冠状脉绕道手术 这几年来因为心脏外科医师的一个医材和技术的进步 那越来越多的病人其实大致上都可以接受冠状脉脉脉脂架脂肪的治疗 我想大部分有70%到80%的病人 其实是可以都用冠状脉脉脉脂架脂肪来治疗 仅剩差不多10%到20%的病人 那真的太严重了 我们才会去做冠状脉脉绕道手术的一个治疗 那其实冠状脉脉脂架最早期开始是我们所谓的裸金属脂架 也就是这些脂架里面并没有任何的药物 它只是帮我们把血管打通之后 帮我们做一个固定的一个概念 等于是说我常常形容是隧道打通的时候 我用一个金属的网状的金属东西固定住整个隧道的这个通畅性 那这个是这样子从一开始 差不多15年前开始 我们支架开始发明的时候 是一个裸金属的支架 但是随着实验进展 我们发现裸金属支架的一个瓶颈的问题是 这些支架里面可能会有再阻塞的情形发生 所以后来就逐渐发展出所谓药物屠腹支架 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药物支架 那这些药物支架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它上面屠附了一些抗免疫的一些药物 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组织比较不容易增生在这个支架里面 那早期第一代第二代的药物屠附支架 包括在金属的厚度 还有它的这个聚合物 因为药物跟金属之间 其实还有那种聚合物的相融合 相媒介的一个方式 我们并不是把药物直接就可以放在进去 叫一个聚合物这样子 在第一代第二代的时候我们发现 其实聚合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当药物完全释放完了之后 聚合物的好坏也会造成 未来支架内是否会有再狭窄 甚至会有毒性的可能性出现 所以后来也逐渐的发展到 在第三代第四代的差别 越来越多的差别 包括第一个是金属会越做越薄 那这样越薄的金属 金属的体积容量越小 对组织的未来的发炎反应 机会也会消 所以这个是眼镜上面第一个是金属方面做了 让它做更薄 那坚固性会维持住 但是事实上是可以更薄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聚合物的部分 那过去聚合物甚至一度发现 聚合物甚至还对血管有毒性 那后来研发的聚合物就会变成是 这个聚合物会消失 也就是当药物消失的时候 这个聚合物也会消失 所以第三代第四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也就是聚合物的进展 药物屠副支架已经进展到第三或第四代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主要大宗还是屠副抗免疫的一个药物 当然它有四五种药物 到目前为止市面上其实相当多种药物屠副支架 那在各种大型的这个研究看起来 目前市面上的药物屠副支架 它的这个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用一年的再处材率来看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有时候是它金属的材质有点不同 包括就是合金的组合 或是它的柔软度 或是它的长度或是大小 基本上差异不太大 当然会有一些特别 我想这都是非常专业的问题 那民众之后说 这部分其实上就对你交给你的手术的心上状科医师来作为帮你选择 那近年来当然还有一个更比较特别的一个支架叫做美金属支架 那这个支架比较特别的是 虽然它也是一个金属的药物屠副支架 但是这个美金属的好处是说 它这个支架帮你固定在血管里面的一年之后 这个金属的部分它会被吸收掉 它会变成一种可以称为是一种生物支架 也就是说这个支架最后不会长期留存在你的血管里面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有极不少数的一部分的病人 它对于金属其实是一直会有一些敏感的一个作用 那会在当药物在这个支架里面消失之后的我们的组织会跟这个金属一直产生一些发炎的反应 那导致血管支架里面不断的这个有再下载的出现 所以后来才会有这种我们叫做这个生物支架 也就是最后目前的新一代就是美金属支架 不过它也在临床上有它的局限性 目前看起来这个生物支架我们目前只限于非常简单的一个病罩 也就是说这个病罩不能太过硬钙化不能太厉害 弯曲度或附近不能有太多的一个分支 那我们才会使用它 所以在临床上能够使用这种生物支架的病人并不是太多 所以这个也还是得需要在临床上需要病患跟你的心脏内科医师好好的沟通讨论 所以这个两种裸金属支架和药物屠副支架最基本的这个差别就在于它的再阻塞率 也就是说一般的裸金属支架其实它再阻塞率有一年有达到15%到20%的一个比例 但是药物屠副支架基本就可以把这个再阻塞率就降到只有2%到3%左右 那但是目前为止这两种支架都在我们的临床上都还在病行使用当中 主要还是因为价钱的问题 因为一般的裸金属支架在目前在台湾健保就会给付了 因为支差不多才1万6、1万7的价钱 但是如果你希望使用药物屠副支架目前健保是不给付的 那健保只给付裸金属支架的金额 所以病患者需要自费这样的一个差额 那在每个医院不同 在台湾医院基本上每一支涂药支架如果病人希望使用的时候 都会有差不多5万块钱左右 金额需要去自费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想这个效果主要还是在于这两个支架的再阻塞率的一个效果上的不同 那当然在民众的这个荷包上面 也就是它的需不需要自费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们往里面去家中那些比赛 是千少分岸的荷包 张奇사